第二三題 小惠要利用安培計和伏特計 測量一個電阻器的電阻大小 右圖是電路裝置圖 則圖中甲、乙丙、三處所連接的器材 應該分別是何者 我們曉得伏特計要跟代測電路並連 安培計要跟代測電路串連 所以這邊有串連的就是甲 所以甲就應該是安培計 那麼乙丙其中一個是伏特計 那另外一個就是所謂的電阻 那麼所以第二三題問我們說 則圖中甲、乙丙、三處所連接的器材 應該分別是何者 我們答案選的是 珠、甲、安培計、乙、伏特計、丙、電阻器